女人正在和男人激情缠绵满脸享受 可就在男人想要提枪上阵的时候 女人慢慢爬到床边 从包里翻出一只高频口哨吹了起来 然后她抢先一步拿起地上的手枪瞄准男人 警员们也随即推门而入把这个男人当场抓捕 男人死死盯住女人 没想到她这么小心还是栽到了这个菜鸟警员手里 经过审讯确认了男人的身份就是叫萨斯亚的大毒效率 第一次参加刑事行动就取得了成功 上司对布米的表现很满意 她要求布米对此事进行严格保密 因为此案还在深入调查中 警方不想走漏了风声 完成这项任务后 布米本以为会再次回归到正常生活 但她脑海里却经常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和男人的话 而在警局的男人面对审讯时提出了一个条件 她只会向布米招供 其他人别想从她嘴里得到任何消息 为了从她嘴里撬出情报 刑事组再次找到布米协助审问 但布米却拒绝了 她不想再面对那个男人 对不起 我认为我没有确认了 布米只能无奈地走进了审讯室 男人意味深长地告诉她 他们那天开始的事情 总有一天她会把它结束掉 接着男人开始交代所有事情 她有12个货仓都分布在全城各个角落 但她其实也只是个小卡 他们都听从一个叫内亚克的人命令行事 在不久前发生的凶杀案和军火走私案 都只是内亚克计划的一部分 只有抓住内亚克才能知道她的整个计划 就在布米想要离开时 男人把手按在了案卷上 男人告诉她有朝一日 他们一定会在乡里 到时她一定会给她真正需要的东西 审讯完成后 布米继续回到她的警员榜位 但没想到所长告诉她 她被局里辞退了 布米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她气愤不已来到刑事组 可对方却根本不愿意搭理她 她本想和妹妹倾诉 但妹妹的第一反应却是以后的房租没着落 布米只能谎称这只是个玩笑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她每天早出晚归假装还在上班的模样 还要从中抽出时间和前夫去办理离婚手续 为了能让前夫在协议上签字 布米放弃了所有应得的权利 不料这时刑事组发来短信 让她马上到局里报道 布米二话不说匆匆赶到局里 可这位长官只是让她做一组心理测试 而且只给她一小时时间 在这一小时内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么多问题 时间刚到长官就把试卷收走了 布米正跟以前的同事抱怨这考官给的时间太短 一抬头发现饭馆老板正在直勾勾盯着她 布米从她视线里好像明白了什么 她带着老板来到后处 决定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测